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为什么我长得一身正气 总是演反拍 刘雨军就是最大的boss 没有悬念了 我真的演出了狐狸的感觉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亦军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我的2020 去年我在电视剧《猎狐》里边 出演了一只狡猾的狐狸 那是一个狡猾的角色 大家都说 我真的演出了狐狸的感觉 然后今年呢 我有一部新剧要上映 叫做《冰与火》 不是冰与火 而是冷冷的冰与 在脸上糊乱的拍 那个鱼 这部剧呢是一个刑侦剧 剧方发了宣传之后 我就收到了一些留言 什么 不用猜了 背后的大佬肯定就是刘雨军 刘雨军就是最大的boss 没有悬念了 那我这次到底是 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 到时候我就请大家 看剧揭晓答案了 因为总演一些坏人呢 观众产生了一个疑问 其实也是我的疑问 为什么我长得一身正气 总是演反派呢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吧 比如说五藏啊 小次郎以及刘雨军 在我即将上映的新剧 扫黑风暴里 我终于当上警察了 一开始还有观众不相信呢 说我怕不是演了个卧底吧 那一瞬间 我有一种狼人杀局里边 好人自证清白 却没人相信的感觉 我只想说一句 我真的是平民 让我上警吧 开个玩笑啊 其实说句心里话 对一个演员来说 不管演正派还是反派 真的不重要 能把他们演好 演好人像好人 演坏人像坏人 演狐狸像狐狸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一个演员 要努力做到的 去年 我没有想到 我在父母爱情里 吃饭喝酒表演的一个片段 又突然火了 我不是老欧 我是欧阳一 我是欧阳一 有观众说 我把他们演哭了 其实那是因为 他们相信了这个角色的真实 产生了共情 翻了翻评论 大家对我的表演都非常肯定 在这里 我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到最后呢 冷不丁又看见几条 刘老师请问一下 老欧和欧阳一 这名字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不懂的同学们 我建议这个春节假期 好好补课 看一下父母爱情 看一看 车马很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年代 我们的父辈 他们是怎么恋爱的 我出道很多年了 大家都说 你是大器晚成 我觉得大器晚成的重点在于成 不在于完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演过的每一个角色 都是对我的磨练 你们还记得那些台词吗 本侯是个不信天道的人 再大的风浪 我也见过 一旦走出这个大门 你所碰到的所有危险 就都是真的了 看你自己是愿意做一个 云云众书里被保护的逃兵 还是想做一个 看不见战线里孤军奋战的勇士 只有斗士 才能生存 我是演员刘义军 我一直相信梦想 是一个未来你要抵达的地方 只要你一直在路上 它就不再有缘 在这里我祝大家 新春快乐 新的一年让我们 长风破烂会有时 直挂云帆 寄沧海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